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我是Sandy 我今天要給大家的主題是 一起就很無敵 其實被邀請來TEDX演講 對我來說是非常緊張的一件事情 因為雖然我經歷過非常多不同的 頒獎典禮啊 舞台啊 但能夠來這邊跟好多非常優秀的人一起分享 我老實說 我緊張到剛在樓上一直乾呕 但是呢 沒有關係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過去這幾年當中學到的很特別的一些事情 OK 首先 當我開始想我要來TEDX演講的時候 我就在想要到一個非常專業的舞台上面演講 我應該一上台就要講一句 大家都非常有共鳴 非常有深度 我在想了很久 接近人生所有的力量 想到的那一句話 而那一句話有可能會讓大家覺得 哇 這個講者好聰明 好專業 然後我想了好久 一直在想我到底要說什麼話 我最後想到了耶 這句話就是 2020爛透了 真的是爛透了 2020這一整年呢 每一個人都在經歷世界上最恐怖的變化 我還記得去年的12月31號 我在台中主持跨年晚會 那一天我本人覺得已經是很瘋狂的行徑了 我去主持 我跟阿堅 堅哥一起主持 在我的父親壓軸上台唱歌的時候 突然有一台摩托車騎上台 從來沒有人看過在跨年晚會上 會有一台摩托車騎上台 而這位大學生只是因為 跟他的同學打賭賭輸了 所以他衝上來拿一件T恤而已 那一天的瘋狂 讓我覺得沒關係 一切的瘋狂就會停留在 2019年的12月31號 然後我們告訴大家說 2020就是愛你愛你喔 這就是我們在綜藝圈 能夠帶領大家的歡樂 帶領大家的期待 結果沒想到2020 讓我們有一種迎頭痛擊的感覺 變成了惡靈古堡的2020 所有的事情都變得非常的沒有辦法控制 我們的生活改變了 我們的需求改變了 我們能夠去的地方改變了 包含像是現場所有人戴著口罩 一點都不像是要來聽演講 比較像是來抗議 這件事情也改變了 但是你回想過去的這些日子以來 我們面對的這些錯愕 這些不可思議的過程 是不是有一點像是一場分手呢 我一直在想 我們到底在經歷的是什麼 我們好像經歷一個非常非常糟糕的分手 可能是你穩交多年的男女朋友 突然有一天 他沒有留隻字片語 就離開了 他消失了 他不跟你聯絡 那個每天跟你說早安晚安 每天問你吃飽了沒 的那個人消失了 而你能怎麼做 我們如果不要死亡的話 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carry on 持續的努力 繼續的往前 我們應該要相信 人生一定會更美好的 我們一定會可以迎向陽光 然後走出那個陰霾 然後成為自信 活力 原本的自己 這有點像是 我去上飛輪課的時候 我的飛輪教練 總是在我騎飛輪 騎到快死的那一刻 跟我說 沒關係 就算你失去了一切 你還有愛 然後在那邊快要死亡的 我想說 他講的也沒錯 但他只對了一半 就是我已經失去一切了 的這一半 我沒有辦法去想像 愛還能幹嘛 在這樣的時刻裡面 我們已經失去一切了 所有的盼望都不見了 所有的可能性都消失了 我們沒有資格去談論 愛不愛這件事了 我們連日常生活都沒有辦法 像一般的日常一樣 我們要怎麼面對這件事情呢 後來媒體上面就出現了一個 新的名詞 叫做後疫情時代 我當時想到後疫情時代的時候 覺得哇 這聽起來好像是一個 下一個時代開始 我們要開始努力的去 變成另外一種物種 我們要努力的精進自己 然後能夠帶著這樣子的使命感 繼續往前走 可是你們有沒有想過 到底什麼是後疫情時代 後疫情時代 就是疫情發生之後的這一段時間嘛 可是疫情還在持續啊 那我們到底在面對的是什麼呢 我剛剛說 這就很像一場分手 分手之後的 你不會說好 從今天開始我的人生叫後分手時代 因為其實你在面對就是 一個變動之後的人生嘛 那後疫情時代在我心目中 我後來統整完的答案是 它就是一個 未知 從今以後我們要面對的就是 未知 可是難道過去這些日子以來 我們面對的不是未知嗎 我們每一天醒來都不知道 今天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其實我們每一個人 都是有能力去面對未知的 我相信在我之前的其他講者 有講到很多關於未知啊 You know Into the unknown 我們不知道要發生什麼事 我們要勇敢 我們要堅強 但是我一直在思考的是 到底 近到未知 有什麼不一樣 近到未知 老實說 就跟我們過往的每一天 是一模一樣的 它就是我們的日常 沒有人知道 你明天會怎麼樣 沒有人知道 我現在在這邊講完話 下一秒會發生什麼事 這是正常的日常 所以我們真正進入後疫情時代了嗎 或者是說 我們真正理解 我們要進入未知 這麼恐怖的感受 我們要去迎接它 擁抱它呢 還是我們跳脫出這種恐懼的感受 真正去理解 我們現在能夠擁抱的 跟管理的是什麼 所以當時Telex給我的這個標題 他們要我探討的是 後疫情時代的社會趨勢變化 我想說 我不是一個娛樂圈的人嗎 為什麼 這不是應該請陳時中部長來分析嗎 但我就覺得 好 那我們來探討一下人類好了 既然我們已經知道 我們要進入的是一場未知 那我們要來分享一下 思考一下 我們已知的應該是什麼 如果我們已經沒有辦法 再有相同的資源分配 如果我們沒有辦法 像以前一樣 一直對外看 一直往外衝刺的話 我們現在應該要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其實非常非常多藝人 在疫情的期間呢 做了非常多特別的事情 你現在可以看到楊晨琳 開了自己的YouTube Channel 她開始告訴她 今天到底要不要洗頭 你會看到鄭元唱 開了自己的YouTube Channel 她開始帶所有的明星來 做菜給大家吃 做菜給大家看 你會看到 喔 露露黃露子音 她開始開自己YouTube Channel 然後她找好多的藝人來 他們Crossover 他們異業合作 然後畫畫給大家看 可是這些藝人本來在幹嘛 他們本來是歌手 本來是演員 本來是主持人 而這些的過程裡面 他們因為受到疫情的限制跟影響 而選擇開發了其他的路 那當然 原本就已經在網路上的網紅們 他們找了更多的網紅合作 網紅跟網紅合作 網紅跟藝人合作 網紅現在還有一個 改造素人的單元 也有網紅跟自己的家人合作 改造爸爸 改造媽媽 我有試過了 我爸是不得改造的 所以請你們相信我 前一陣子流行像這種寬褲 我跟他說 爸 你可以試一下 他穿了很像武大郎 所以我後來發現 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做這件事情的 這也是一種勇敢 這也是一種勇氣 而他們選擇去做這件事情 今年有沒有很多人發現 有人開了自己的Podcast Channel 開始做好多好多Podcast 我們聽到藝人私底下的想法 我們聽到他跟他們的姐妹們 聊天的內容 跟有趣的一些故事 這些在疫情發生之前 是沒有人做的 那異業合作 或者說跨出界這件事情 蠻有趣的啊 所以我很lucky 剛好在去年底的時候 我就決定要出書 其實我非常的緊張 因為我原本就是一個老師 然後意外進到演藝圈 在演藝圈裡面 意外地做了跟我的父親 相同的工作 我們都是主持人 我們都靠說話來賺錢 我有一段時間 做了大概兩三年之後 開始跟他說 欸 爸 我現在講話可以賺錢耶 然後他就跟我說 那你可以安靜一點嗎 因為我的時間比你貴 當我開始進到這一行之後 我就發現 其實我可以去嘗試做不同的東西 我想了好久好久 終於決定挑戰第一件事情 就是去完成我的夢想 我第一次告訴我的家人說 我想要當作家的時候 我就有七歲 那時候我跟我父親說 爸 我要當作家 他說好啊好啊 去啊去啊 我跟他說我寫了一首歌耶 他說你寫了歌 歌詞來來來念一下 爸爸聽一下 我說我七歲喔 你的愛 我的情 加起來是愛情 他後來就嚴正地考慮 要讓我讀女校 因為他覺得 這個小孩發展得太快太早了 但是我七歲的夢想 熬了二十三年 在今年終於我完成了 出書的這一件事情 也剛好就在疫情之前 爆發之前我出了這本書 可是二月應該是七號出這本書 所有的簽書會都取消了 所有的劇集都取消了 台北的國際書展取消了 這些活動通通取消了 我一邊想怎麼辦 我完成夢想 好像進入了一場災難當中 所有的一切悲傷可憐的情緒 把我整個人都淹沒了 但是出書這件事情呢 也讓我體會到 我可以嘗試把主持人 這個角色放下來 所以我就用作家作者的這個身份 去上了很多剛剛說的 藝人開的YouTube Channel 或者是藝人開的Podcast Channel 因為他們選擇做不一樣的事情 我也選擇做不一樣的事情 以至於當我們一起進入未知的時候 我們可以一起做新的事情 而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在關曉雯的頻道上面 分享了我的書 分享當老師的很多的過程 很多的故事 我撈到了關曉雯的粉絲 關關關曉雯 她本來也是一個記者 轉行當YouTuber 後來我也去上了曾芝橋的YouTube Channel 她本來也是一位演員 她當然也主持 也當過歌手 而她做YouTube Channel的時候 我到她的平台上面探討 女人 女孩的故事 我又撈到了另外一群的粉絲 後來我還上了黃豪平 主持人黃豪平的Podcast Channel 在上面我探討的是 愛還有感情 如何談一場快樂幸福 不會失戀的戀愛 而這些不同的面向的我 平常是沒有辦法在節目上出現的 在節目上面 畢竟跟我搭檔的人 跟我有血緣關係 所以我必須花很大力氣把它拉回來 目前還好她沒有資格告我 我也不會告她 所以我們的相處呢 是還蠻平安的 在這個行當當中啊 當我真的試圖去發表我自己的看法的時候 我發現我不是只是一個主持人 我還可以是吳姍如這個人 因為主持人上到台上之後 這個台子其實不一定跟你有關 在台上我們邀請到的 不管是來賓 不管是講者 不管是老闆 不管是客戶 每一個人 都是我今天要端出來的一道菜 如果我是一個廚師 我絕對不會是那個 菜來了菜來了 然後坐在桌上給大家吃的人 主持人是一個廚師 而我端出來的菜才是重點 所以當我今天要用我自己的角色 來分享我自己的時候 這也是一件踏進未知的旅程 所幸我出了這本書 我的存在本來就值得青睞 在我剛剛說 經歷了這些不同的平台 不同的粉絲族群 然後還有不同的體會之後 我非常感恩 因為現在已經走到2020的12月了 我的書在上個禮拜公佈了是 博克萊的年度銷售冠軍 而同時前兩天公佈的是 我是成品十大華文作家之一 這對我來說不只是完成夢想 好像你完成了夢想之後 又做了一場美夢 我不想醒來 所以我到現在還在跟出版社說 不要叫我寫第二本 我很害怕 但是沒有關係 害怕本來就是一種驅動力 好 那講完了未知 我們要知道的是什麼呢 我在書裡面有提到一個 對我來說改變了我人生的一個測驗 美國有一個非常非常有名的 民調中心 叫做蓋洛普民調中心 他們發展出了一個測驗 叫做優勢天賦測試 優勢天賦測試 我們也可以稱它叫做ID測驗 有人有聽過這個嗎 沒有 太棒了 那你們就會覺得我很厲害 那我來分享一下 這個測驗很有趣 1950年代初期的時候呢 Nebraska大學的校長 發現他的學生們怎麼閱讀能力好像沒有很好 所以呢 他就跑去找了他們學校的心理學教授 這位心理學教授叫做Clifton Professor Clifton 這個教授呢就被校長征召去了 他說欸 我發現大一新生他們的閱讀能力好像沒有很好 我希望他們的能力可以提升80% 所以你幫我想一個辦法 設計一個測驗 讓孩子們知道他們閱讀的能力是落在哪裡 然後我們才能給他專業的訓練 讓他們的閱讀能力進步 好啦 那於是呢 Professor Clifton 他就去做了這個實驗 做了這個測驗 他抓了大一新生 他們隨機的找了兩組孩子們 分成對照組AB兩組 然後給他們做閱讀 A組的測驗結果出來了 他們是一般的學生 他們測出來一分鐘 閱讀的速度可以到90個字左右 90個字其實就是正常嘛 而且他們是可以在記得80%的內容的狀況下 可以閱讀90個字喔 而另外一組B組的學生 他們號稱或者是他們的成績上面 有顯現出他們有天生的閱讀常才 他們一分鐘可以讀的字 也記得80%的內容是350個字 這個落差高下利劍 非常明確的知道 哇 B組的學生非常適合 往閱讀的方向發展 而同時呢 校長為了讓所有的大一新生 他們的閱讀能力能夠提升 所以就一起讓這兩組學生 分別進行了六個禮拜的閱讀 加強訓練 所以重點是什麼 他們兩組對照組都做了一模一樣的訓練 六個禮拜之後 有個驚人的結果 原本A組的學生一分鐘是90個字 他們在經過了六週的訓練之後呢 他們的閱讀速度變成一分鐘 140個字 其實這是非常卓越的一個進步了 因為他這樣等於是進展了60%左右的閱讀能力 對於校長來說 他應該已經拍拍手覺得非常棒了 沒想到B組的學生的成績出來了 B組的學生原本一分鐘是350個字 做完了六週的閱讀訓練之後 你們有辦法猜嗎 你們覺得數字會到哪裡 他們一分鐘的閱讀 同樣也是記得80%的內容 衝到了2970個字 這樣子的成長是將近780%的成長 這件事情讓Professor Clifton 非常非常非常的驚訝 當然他還是讓校長知道說 孩子們經過訓練閱讀會進步喔 但接下來他把它一輩子 都丟在這一個研究當中 於是他發現其實每一個人都有 三十四種優勢 而這三十四種優勢 按照他的排序不同 就會有不同的表現 不同的能耐 所以我也去做了這個測驗 然後發現原來我的溝通 communication 是排在第二名 那非常明確 我在做的這份職業就很合乎常理 但是有趣的是 我的第三名的特質 翻成中文叫做博樂 所以當我跟任何人相處的時候 我就是有一個敏感度 我可以快速地認知這個人 他的能耐在哪裡 於是乎我就跟我同事們 開始發現 我應該要把每一個人 擺在對的位置上 因為我知道他的能耐在哪裡 再來第二件事情 除了第一個了解你自己的能耐之外 第二個我做的事情 就是我發現把人擺在對的位置上很像什麼 很像我們在傳簡訊的時候 我們使用Emoji 大家都是有用過Emoji Emoji如果放在錯誤的地方 不管它被設計成什麼樣子 他把一些錯誤的地方傳遞出去的資訊 就不會是正確的 所以當我在理解這件事情之後 發現原來進入未知 我們最重要的事情 第一就是要知道自己的能耐在哪裡 如果你能夠去訓練你的天賦長才 讓他成為卓越 那你能夠做到的 絕對比其他同儕要多得多 試想現在是一個夜黑風高的夜晚 夜黑風高的夜晚 然後下著大雨 你走在一個巷子裡面 突然有一個人朝著你拿起一把槍 要殺你 你緊張得要命 然後你摸摸你的口袋發現 咦 我這邊口袋有一把刀 這邊口袋有一把手槍 正常狀況下 一般人應該都會選擇那把手槍 跟他火拼才對 可是有一個人 他不會選擇那一把槍 因為他是 他會選擇那一把刀 因為他是小李 所以 要不要搞清楚自己是誰 要 要不要搞清楚你的能耐在哪裡 要 要不要知道你的能耐的排序是什麼 要 在你知道自己的能耐排序之後 你不會拿錯的武器出來跟別人對拼 你會拿出正確的武器 在正確的位置上面 擺出你真正想要擺出的那個架式跟招式 去跟人家對打 OK 所以進入位置之後 我們要如何一起呢 我們要跟自己的能耐合作 了解自己 二 我們要跟團隊合作 了解團隊 我們要了解我們的工作人員 我們身邊的人 他們的需求是什麼 然後把他們擺在正確位置上 而最後的最後 讓我分享一個故事 我曾經在進到演藝圈的時候 非常非常非常的緊繃 讓自己的身體處在一個極大的壓力之下 其實沒有人真正的影響我 但是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是 我就是只是長得一臉淡定而已 我只要一到台上 應該說我在台後 準備要上台之前 我是可以緊張 擔憂 害怕到嘔吐 肚子腳痛 甚至全身發抖冒汗 還有一次比較誇張的是 我主持完走下台 直接高燒40度送急診 那就是我緊張的程度 而在這個當中 我終於發現的是 如果我們沒有辦法理解 我們的身體應該要健康 我們會只專注在身體健康 卻忘了你的心靈要健康 你注意了心靈健康 你就忘了你的靈魂體 都應該要興盛 所以我花了很大的力氣去研究 我要如何讓自己的身心靈都健康 後來我終於知道 當我真正的對自己 還有對這個世界 內外一致合一的誠實 而坦承的時候 我才能夠把這一切 全部都集合在一起 跟自己合作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最後我想要說 這2020呢 真的的確很像一場很糟糕的分手 但沒有關係 因為這些的憂傷恐懼擔心害怕 最終它會慢慢的消逝 雖然我們不知道還要多久的時間 但是至少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學會了一件事情 跟自己跟身邊的人 跟其他的團隊合作 最後的最後 我們要如何知道 我們會不會進入幸福呢 現在這一刻我沒有答案 但我學會了四個字 讓子彈飛 謝謝 謝謝